狄狄热八是杨幂旗下的艺人 这一点,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 毕竟当初刚出道,就是出演了杨幂之片的《威时代》 之后狄狄热八的资源在一种新人中可以算是最好的 而杨幂也是不管出席什么活动都会带着他们 更甚至在自己的新剧中,都安排上了自家的艺人 狄狄热八近几年发展的势头也是好的不行 出道短短几年,就变成了一线女星 按道理说,狄狄热八的粉丝,应该和杨幂的粉丝相处得比较好啊 但是现实中并不是如此,亮家的粉丝频频开思 这不,今日,亮家粉丝不仅开思了,还互相辱骂对方白眼狼 甚至会求封杀对方 狄狄热八的粉丝,觉得杨幂一直压制着自家偶像 对狄狄热八接的戏都是一些无脑的女主戏 再加上,这八出道四年 四年都是全年无休的工作 也因此让粉丝们觉得十分不满 认为加星和杨幂就是把热八当成了摇钱树在右 而杨幂的粉丝觉得狄热八野心太大 不仅成立了个人工作室 此次引起争论的就是传出迪丽热八将杨幂的一个代言给抢走了 正是因为这个,将杨幂的粉丝怒不可接 其实在路人看来,不过是因为两人都灯红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罢了 狄热八出道前,每次接受采访都会提提杨幂对自己的帮助 当时狄热八的粉丝也对杨幂和热八这对CP非常看好 可能是因为近几年公司给热八接的戏都是一些泡沫剧 而杨幂的戏都是带IP的,因此觉得对热八不公平了吧 是因为修正的继续的准备 对热八的已不该之处